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立福尊者都有各自的神通显化 他们的神通差异在哪里呢? 目前连尊者 我的神通主要是在佛陀说法时显化 天上有美妙天宫及地狱及凄惨之景象 当年佛陀常拿我观看之景象细细解说当中因缘果报 让诸天及人众皆可理解六道轮回之时意 设立福尊者 我的神通显化是能够看破众生心中的污泥浊水 让他们明了自身不洁不静的灵魂 以佛陀所教化的般若智慧善巧度化 童子 那么当年在建造奇缘经社时 设立福尊者显化神通 把外道用神通幻化出来的花园 池塘打散使之出现坏灭 无浊之景象 是为何呢 设立福尊者 因为外道只是把他们心中所看到的世间认为美好的景象 用神通之力呈现在我面前 可是这只是世间幻象而已 我把他们心中污浊的念想用花叶掉落和大象入池塘沐浴后 污泥满身的景象呈现给他们 欲以心念如此浑浊 这些幻化出来的仙境也只是六道景象 不能长久 我是以智慧神力让他们哑口无言 你们再是佛弟子 如果追求神通 没有去理解究竟解脱的意境 就会像那些外道一样了 童子 尊者 您不说 我还真不知道 感恩尊者 慈悲怜悯 弟子 马来西亚 2020年4月28日 答 不要去追求神通 自然来的是你的 不是自然来的 就不是你的 追来了 也不是你的 最后会痛苦